第一不尽恐梦泻毒圣人之道 第二道诀龙脉败坏天理人伦 第三攻伐无度形同流寇 第四识详实反相互猜疑 第五良想不能自足 临阵不知兵法 第六略人妻女财产 只知娶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 第七为将者心胸狭隘 是学子失身为仇寇 第八为侍者缺乏训练 作战形同群殴 第九为兵者多来自草莽 圣食聚集败食作鸟受散 第十义军与义军之间 相互猜疑攻伐不断 刘伯温的最后结论是 义军若不能处此恶习 终究草扣一般成不了大事 李善长听完不惊 暗息一口冷气 心想够他刘伯温喝一壶的 朱元璋则震惊地待望远处 抓起九碗并走到甲山旁边 忽然他将九碗狠狠摔碎 李善长趁势以责备的眼神看去 刘伯温赶紧请罪言与冒犯 没想到朱元璋却很是平静 骂他真痛快 先生这十恶 把义军的毛病全都揭穿了 大帅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真真切切